乌克兰 俄罗斯战争 黄宝石旅 黄宝石旅 尤里 科兹洛夫 尤里·卡兹夫 尚未紧握着步枪枪托 透过被他们占领作为前哨的废弃建筑 被砸碎的窗户向外张望 关于俄军包围哈尔科夫郊外小镇的报道 看来是真的 在过去的几个小时里 他所在旅的无人侦察机 发现装甲车辆正在向他们的阵地靠拢 保持警惕 民兵们 他命令身边的一排乌克兰领土防卫部队民兵 缩成一团 这可能是第一步 他们想在主力部队开过来之前 切断我们的不极限 夜幕降临后 第一轮迫击炮弹开始在周围的街道上爆炸 尤里所在的牌进行了还击 通过破碎的窗户 向战术地图上绘制的俄军无人机标志 发射了一排排手榴弹和机枪连发弹 但迫击炮弹仍在倾泻 不断逼近他们的前上 随着一声声震耳欲聋的爆炸声震撼着这栋破旧建筑的底机 尤里不仅听到了玻璃碎裂的声音 还感受到了巨大的冲击波 在他们所在的走廊里荡漾 我们在这里不敌 车退到次要位置 他压过大楼的声音声 潮起受损的后出口喊道 科兹洛夫抓住身边的少年民兵 把他从走廊上弥漫的致命弹片和碎片中拖了出来 也为更多的子弹击中了他们的阵地 在小镇的另一头 无线店里传来的呼喊声促使利纳马泽帕进入了行动模式 作为黄宝使旅的协调人 在俄罗斯入侵的最初几周里 这个基层民间民兵组织已成为乌克兰抵抗运动的一大惊喜 利纳帮助组织了一个庞大的市民网络服务员 杂货电电源 祖母和学生成为一支强大的后方力量 负责运送不及品 疏散难民 并发动游击袭击 骚扰俄罗斯的军事压路机 无线电信号是科兹洛夫上尉的一支前方观察员部队 请求紧急援助 他的侦察分队发现了俄军战线的一个薄弱环节 正准备包围该阵 但他们被猛烈的炮火压制住了 很快就有被碾压的危险 利纳的离石牌 由前公共汽车司机 离石老师和商店老板组成 需要调动他们的运输卡车和轻武器 执行一次不太可能的高风险救援任务 进入绞肉机 青鸟出发了 我再说一遍 青鸟行动 他在加密的无线电频道中大声喊道 召集旅里的人员进行反击 在夜幕降临之前 电体鳞伤的乌克兰平民将与俄罗斯装甲运兵车发生正面冲动 这是一场关键的对抗 目的是阻止入侵的铁毛肆无忌惮地向前推进 黎明前的黑暗时刻 战斗在混乱中爆发 科兹洛夫的国土防御部队 试图与列奈的黄宝石救援纵备会合 俄军猛烈的火力笼罩了他们周围空无一人的街道 他们的运输车立即遭到了一架 看不见的武装直升机发射的火箭弹的袭击 一辆卡车被炸翻 车上的人员被炸得遍体临伤 更糟糕的是 他们本想溜过去的一营俄军车辆已经转移阵地 在狭窄的街道上与他们展开了致命的交火 空气中弥漫着浓浓的火药味 中机枪的弹头撕裂了点面 废弃的车辆成了掩体 有理审视着事 严峻地意识到他的这支破落民兵缺乏训练和武器 无法从俄军压倒性火力的嗡嗡声中脱身 他们唯一的一线希望似乎是狭窄的两个结局 在那里 他们或许可以在被完全困住之前疏散伤员 找到更安全的撤退路线 我们需要集中所有力量在石场坊的西北走廊上 提供火力掩护 让我们的交通工具恢复行动 我们要一股作气冲出俄军的杀伤区 赫兹洛夫上位在呼啸的弹片声中吼道 海击炮小组试图向俄军先锋车辆集中火力 利纳马泽帕的轻型皮卡在交火间隙飞驰 与赫兹洛夫重新集结 计划压缩突围时间 扶去破裂的头盔面罩 尽管周围一片混乱 他的预谋中仍闪烁着严峻的决心 如果有人要带领他们冲出这场伏击 那一定是他 听好了 我会带领大家首先清除那个市场路口 他对着上位的耳朵喊道 我的小队比镇上的任何鼠辈 都更熟悉那个区域的街道 我们会在俄军防线上直接打一个洞 然后你们可以扩大战果 安全撤离回森林 可兹洛夫紧紧抓住他的胳膊 面对他们的装甲正面冲锋 简直就是自杀 利纳回头狠狠地瞪了他一眼 迅速拨动皮卡上的烟雾弹发射器 在这场战争之前 我也干过很多没前途的工作 感觉也很像自杀 同志 多干一份也不会要我的命 说吧 他猛地将卡车挂入档位 轮胎尖叫着直冲通往中央市场的 大道两旁的俄式路上 他的炮手向俄军欠毫 发射了一轮又一轮的压制火力 滚滚浓烟在街道上喷涌而出 一枚俄军火箭弹 从一架废弃的店面后面飞出 但由于浓烟遮蔽了制导系统 而提前引爆 丽娜的卡车绕着燃烧的残骸鱼冠而行 民兵们紧紧抓住车体 绕过了伏击部队的重武器交叉路口 科兹洛夫上位的民兵部队 抓住这来是凶猛 但正在迅速关闭的空隙 从俄军车辆之间的走廊涌了过去 而现在他们已经被遮天蔽日的浓烟 蒙蔽了双眼 子弹和反坦克导弹的洪流 冲击着双方的车辆 黄域旅的成员们 一边用临时担架抬着伤员 一边冲刺最后一百米 冲向打着哈欠的十字路口 几辆俄军装甲车 试图重新部署 但立即被适时发射的火箭榴弹击中 无法动弹 俄军先锋部队 被列纳大胆的突围行动 打得七零八落 民兵们在惨烈的城市战斗中 逃出了死亡陷阱 向树林茂密的郊区进发 天刚亮 疲惫不堪的科兹洛夫和马泽帕 就加入了幸存的抵抗战士队伍 伪装成乌克兰军队的部队 通过无线电 向他们报告了撤退坐标 当科兹洛夫上尉 握住列纳沾满灰尘和灰烬的手 表示万分感激时 他刚毅的表情中 闪过一丝满意的微笑 俄罗斯人很快就会明白 攻占乌克兰的城镇 不仅仅是火力压倒一切的问题 每一个社区和街道都是一个迷宫 这里有一群忠实的市民 用他们黄宝石般的乌克兰鲜血 来换取每一寸土地